其實是可以的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希望這邊按個Enter 就自動不要多一次的話 但是這邊可能會需要注意幾件事 第一個你的事件發生在哪裡 在這個儲存格這個testbox裡面 所以你可能要去抓什麼 這個儲存格 這個文字方塊裡面被按Enter的時候 Enter喔 特別注意 那它會牽涉到一個事件 什麼事件喔 這個可能要稍微理解一下 這個點兩下 所謂的事件 就是在你點兩下之後 上方有一個叫程序 這個叫程序或者叫事件 那也就是說呢 預設是change 可是理論上我如果要抓到那個Enter的按鍵的話 應該跟key有關 所以這邊有個key 那key的話總共有幾個 一個是keydown keypress 按住不要放 keyup是放開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key什麼 被按下去 keydown 的事件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你點這個有沒有 它會幫你跳一個程序 叫當這個testbox是怎麼樣 它被按下按鍵的時候 可是問題喔 我怎麼知道是不是按一下Enter 你可以透過它有個byvalue的一個什麼呢 參數跟你講 你如果那個code keycode等於是內碼 那Enter的話是13 它的askeycode內碼的位置是13 所以我可以在底下怎麼樣 做一個判斷 如果 所以這邊if if什麼呢 如果我的這個keycode 這個keycode 如果 假如等於13的話 意思是按Enter OK 如果他按下的13就是Enter 那then做什麼事 OK 然後這邊的話 if then 其實就做這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去幫我直接按下那個按鍵 那按下那個按鍵的話呢 它的事件在哪裡 往上捲動 它那個叫command 有沒有sub 後面這個command button1 back click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sub 光鼓標複製 把它複製起來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移到下面這邊 把它打一個 如果是Enter的話 你就call call的話就呼叫 呼叫什麼呢 command button1 back click 意思就是說 就是被按下去的意思 OK 這樣的話就意思說 如果他被按下按鍵 如果那個按鍵是13的話 那我就呼叫那個command 就是back click 意思就是說 我就直接怎麼樣 執行新生的那個動作 OK 程式就寫完了 這個說真的 之前的同學問 但我也其實我也不是很確定 因為網路上也查不到這個資訊 OK 所以這個東西你Google一下 不見得可以查到答案 因為我真的找半天 網路上沒有人分享這個部分 我怎麼知道 我按照我的 就是我跟各位講過的 我按照那個邏輯推敲 因為它這邊有個key code 我就知道key code應該就是內瑪 就是哪一個鍵的意思 13你們可以查ask key code 13就Enter 我就照這樣的邏輯推敲 試一下 看好不好 後來發現 試了之後 好像應該就沒問題 所以這邊的話 這個雲端上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 我把這些刪掉 因為這邊已經到後 太後沒有先刪 重來一下 然後把它執行 試試看 所以AA 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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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Enter剛剛不是會跳嗎 現在因為我要抓 當我按下13的時候 它要能夠直接執行它 Enter看看